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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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大叔今天要去哪裡 來給各位看一下 野溪溫泉 天還沒亮就出發了 你看我們天還沒亮就出發了 有沒有 現在是清晨五點啦 你看我都是睡到自然醒的人 結果清晨五點我們就要出門了 我們現在已經來到台中了 那個大叔清晨 清晨五點我們就出發了 我們準備要去 找個野溪溫泉 我們要去泡個野溪溫泉 去兩天一夜 捷哥捷哥今天跟著捷哥 捷哥在這邊 跟著捷哥去 捷哥來載大叔啦 五點就來載我們了 我們現在在郭道六號 郭道六號 那我們來聊聊 聊一下啦 跟捷哥是怎麼認識的 捷哥 捷哥我們是騎腳踏車認識 我們認識幾年了 是幾年了 十年有嗎 對啊我們早期是 都在騎腳踏車 是在某一個山頭認識的 對啊 那時候捷哥 你不要想看捷哥 捷哥幾歲了 忘了你幾歲了 捷哥的年紀比大叔大 但是大叔騎腳踏車跟不上他 只能看著他的車尾都看不到 有嗎 有 那時候我們騎腳踏車的時候 我發現你實在騎得太快了 我連跟都跟不上 有嗎 那後來捷哥現在改 你現在改做什麼 做四城市凱莊 四城市凱莊 對啊那時候大叔有PO一個那個 大叔準備要來開拍四城市凱 四城市野營啦 那今天我們準備要去一個野溪溫泉 那我們現在來到了這邊 柏道六號 柏道六號 那我們要去那個埔里的麥當勞基爾 要跟一些環式城市的去 去涉水啦 去野溪溫泉啦 你看這樣很漂亮齁 對啊你看這個山 然後很有層次感 山環 對這種層次感還不錯 而且你看後面等於是看到 所有的雲海在那邊齁 那後面就是一個雲海雲塩 對最喜歡看這種影像啊 其實台灣的山真的很漂亮 非常的漂亮 我說那個 其實看大叔的影片 不只有台灣人耶 其實還有很多外國人在看啊 真的喔 對真的很多外國人在看啊 所以我喜歡 應該是剛好這個時間點啊 你要是再晚一點太陽真的出來 應該就沒有這種景了 對啊 然後就可以進山洞了 我們今天有幾台車 目前五台 五台喔 還有一台喔 我們是壓後 最後一台 看一看 每一台好像都是吉普車齁 只有你這台是黃車 黃車 黃車啊 你這台算是黃車啊對不對 我們介紹一下你這台車好不好 你看你看這台車多大 其實它是一台房車啦 它是房車的夜夜車 這是一台SUV SUV的車啦 那這台是看一下廠牌 Lazos的 Lazos的LX470 對還蠻大的啦 只有好像 人小車子要開大一點 人小車子要開大一點 你覺得這台車有什麼特色 這台車的特色啊 它有自動升降的功能 它有自動升降的功能 對 你那時候為什麼會選中這台車啊 因為它這個車有個好處就是 它有自動升降 那基本上 買來要入車的話 基本上不用什麼趕 就要拆寬晃一晃 然後穿個呼吸管 就很好玩 就可以 你們走隨便好了 中度月也都OK啦 中度月也都OK 中度 中度 所以中度還是不行 中度還是不行 中度還是不行 所以我們今天要去的地方 中度就可以去 還是輕度 那你說這台中度月也可以 它應該算 今天要去的地方應該算是 螢幕圈來講應該是 輕度高一點 輕度高 然後中度的下面 就等於是 舉在中間啦 對 中下 中下 然後下上 這樣講就很好 就大家都知道了 對不對 今天要拍一下 這個到底怎麼樣 涉水啊 因為大叔以前開的都是那種 現在那個RPL的怎麼不見呢 都是開那種T4的箱型車喔 那種車根本沒辦法下去耶 下去就掉了 對不對 對啊 好啦來試看看 試看看 一定要真的有四輪傳動 對 那你看 但是前面這台沒有 這台好像沒什麼改裝耶 Gimmy它完全沒有改裝 對啊 它是原廠的設置 我們來看看原廠跟 有改裝的耶 對啊 的涉水程度到底差在哪裡 對 下西傳就知道了 好 拍片喔 有時候要換換 換換口味 換換角度 玩玩不一樣的 今天這次真的是深入野營 對 深入野營 不是那種 不是那種 是在那個 那個叫什麼哪裡野營啊 那個 停車場野營 喔 不一樣的野營方式 所以大叔最近就是 一直在找不同的題材 然後來 來呈現給各位觀眾 難道我們要往 和換山的路對不對 十四甲 沒錯 對啊 我們要往十四甲 我們要往烏射前進 烏射前進 對 所以難怪五點就起床 很累耶 我們應該前一天來這邊住一晚 就跟我們那時候騎腳踏車一樣 先來這邊騎個一段 對對對 你這樣又騎會走嗎 騎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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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荒廢了八年 你腳踏車荒廢了八年 哇 我也荒廢了八年 但是我偶爾還有騎耶 真的 就我們後山爬一爬而已 沒辦法 是完全不騎的 哎呀你真是的 你玩一項 驚一項 就放棄 極端的人 要就把它做好 嗯 要嘛就完全不要了 對啊 所以你現在 現在的專心工作 就是所謂的四乘四改裝 對沒錯 對 也是我的興趣之一 也是我的興趣 你玩四乘四玩多久了 二十幾年了吧 蛤 那你騎腳踏車那一段時間有玩嗎 那一段時間有玩嗎 那一段時間就沒有玩 對 所以你玩幾乎車玩二十幾年了 對 那你以前是什麼車啊 以前開台Space Gear 哦 Space Gear 也是可以車速的耶 對 也是可以車速 那時候也有隨車上 你也是隨車上 對 大叔的操作號賣掉了 對 那我現在又去找了 找了一台那個T4 那你要不要幫我改改 改 基本上沒有問題啊 哦 好好好 可以喔 那 那來換換 換換你的手藝看看 對對對 可以喔 是有木工以及證照的 所以裡面沒問題就對了 是喔 啊電呢 基本上是我的本格 電呢 電還OK啦 我也要電耶 還到很精啦 但是基本上配電都還OK 我要有水有電喔 喔 那當然是沒問題 對啊 有水槽喔 那更沒有問題啊 我要開仙頂喔 仙頂那簡單啦 仙頂 仙頂 仙頂耶 你有掀過嗎 我都沒有掀過啊 那你可以 人 都有第一次 喔 好啦 那 那 我的車就讓你試驗了 OK啊 沒問題 先看看好了 對啊 欸可以喔 那你要怎麼掀 你要用什麼切 用什麼切喔 嗯 目前在想啦 應該有更好的方式啦 除了殺輪機 軍刀 那應該 軍刀 軍刀是一個方式啦 那不知道在切割板機的時候 它會不會跳動 嗯嗯嗯 所以就 要試 另外一個就是 用專門鋸鐵材的鋸片 這是一個更好的方式 那去鋸出來的東西 會更平整 嗯嗯嗯嗯 這個 你講的這個 我都是 不是那麼專業 但是我會來拍 拍給 拍給各位那個 各位大叔 時光的那個 粉絲們看看說 欸其實 其實每一個人的工法是不同的 那當然 對 每一個人的工法是不同 這是一個 國際就是一個公平的市場 多比較啦 對多比較多比較 這樣也是不錯啦 找到適合的人幫你改裝最重要 對啊如果說你有本事像捷哥這種DIY高手 你就自己DIY 喔對也可以 像你玩四神四 一開始也是自己DIY 喔當然喔 對啊 DIY到最後 變成開業 人大概就是這樣子喔 對啊 為了買一 為了喝牛奶去買了一頭牛 喝了一頭 買了一頭牛之後呢 去租了一個牧場 租了一個牧場 租了一個牧場之後 開始進口牧草 大概就是這樣子一個過程 那捷哥你以前是做什麼的 我做室內裝修的啊 喔難怪你說 那是我本業啊 難怪你說目光對你來講 是很簡單的一件事情 當然當然 喔喔喔喔喔喔 你這樣很厲害耶 因為 因為一台車的改裝 一台車的改裝裡面 其實目光是佔非常大的一個部分 對沒錯 對啊 可是 這樣講來 這樣來說好了 為什麼室內裝修的人 不會想要去做 錄影車這一塊 因為 就 以目前 以目前目光的公司來講好了 一定占些塊 那 你說 以一般家庭的櫃子來講 一個櫃子做起來就是 每一名好幾萬或十幾萬 對 那 你要以目光的公司來去做這個東西 其實相對不划算 對 除非 量夠大 可以把它量長化 了解 對 基本上就是這樣 知道一點 露營車改裝裡面的目光 它是非常貴的 如果今天是純粹的目光似乎幫你做改造 你要想想它一天的工資就是3000了 對不對 那你一台車你放在那邊它給你改裝 它改裝10天 光工資就要3萬了 那你放一個月呢 就 光賺掉你的工資就要9萬塊了 是不是 對 所以 給人家改 大家要有這種心理準備 因為 基本上目光的工資是非常貴的 阿不然人家怎麼生存 我覺得 看做出來的品質吧 對 應該是這樣子 也是要看品質 好 那 其實就跟市場裝修 做家裡的裝修是一樣的 嗯 對 那 店面裝修有店面裝修的方式 但是 主要呈現出來就是 我東西好看 嗯 那它不講從耐用度 嗯 材料就不會像一般做住家那麼好 嗯 那當然做住家更有分的 我做一般住家 還是做豪宅 嗯 那個要求又更富有 對 豪宅它的要求就是驚喜度 對 它 錢花在氣 那它要求的就是會比一般住家更高 材料也不一樣 對 材料當然也不一樣 他能用進口的 他就用進口 他不會像台灣的 對 那當然整個五金配件 零件上面來講的話 呃 信息支付當然差很多 嗯嗯 那 以論證來講 我大概了解一下啦 有 國外的套件 嗯 那當然也有所謂的 淘寶件 那零件價格也是差滿多的 對 那當然品質上還是有一定的差異性在 嗯嗯嗯 那就看個人的選擇啦 嗯嗯 對 了解 我們現在是往鵝灣山的路上 這一條是台灣很有名的一條公路 叫台石市 對 那早期大叔跟傑哥也在這邊碰過一次 嗯對 騎武嶺 騎武嶺的時候碰過一次 對 武嶺中心飛開始騎 對 然後我們騎到那個 武嶺上面的那個最高的那個 那個標塔 3 欸 3200 那個3257吧 對 3257 那時候我們就在隔壁這一間叫鄉亭 鄉亭的度假村遇到的 你看 你看這個世界就是這麼小 齁 騎腳踏車我們就遇過了好幾次對不對 對 也在山上遇到了兩三次 對 然後現在又開始大叔玩露營 那 傑哥玩四乘四改裝 那大叔就有一個突發奇想看可不可以把這兩個結合在一起 對不對 讓各位有多一點選擇 如果以四乘四改裝跟露營車的結合 應該最好的方式是乘載式的露營箱 嗯 對 應該是這樣說 對 因為 以波卡來講 它的功能性會比較大 然後在台灣來講的話 最近比較深 那第二個 它是柴油 很大 對 然後它又可以月營 那基本上我覺得 它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擇 對啦 其實平常現在在台灣來講 西方市場來講 算是蠻夯的一個車種 越來越夯了 對 今天我們沒有開貨卡 那你下次什麼時候要開貨卡出來 嗯 總有改好吧 你的貨卡還在 泡店大部分都到了啦 就只插輪框 找不到喜歡的 找不到喜歡的 已經找了兩三個月了 嗯 那找不到喜歡怎麼辦 還是要找 還是要找 你找兩三個月很久耶 因為西方像我這麼龜馬的很少啦 寧靴霧爛就對了 是 我們今天 今天要進入那個 車子要設西之前 對 你們會先去量那個西的深度嗎 嗯 基本上不會 那不會的話 萬一你下去的時候 過深怎麼辦 可以拔滾 哦 所以 那如果遇到那個 那個像比如說 類似前面一個海溝 你沒辦法拔滾 對 呃 基本上很少啦 那屌恰的話 就 前輪下去之後 他會不會就整個下去了 呃 這種情況 說真的比較少 嗯 通常都是 前輪可能 maybe去壓到石頭 或者是底盤壓到石頭 卡到石頭之後 石頭太大 然後把整個底盤撐起來 那 等於是 前面兩個 完全沒有抓對 對 那時候可能就會 腳架陷在那邊 嗯 那時候可能就需要 車子來拖駕 或者用腳盤來拖駕 嗯 自救 呃 如果前面去卡住的話 真的 不建議往前再拉 再拉啦 嗯 去後面的車 用腳盤拉上來 這樣子的損傷 會是最少的 嗯 因為前面已經卡住了 然後你又從前 你又從前面 要把它拖過去的時候 那顆石頭 就從你的底盤 一路磨 從車頭 一路磨到車尾 這次的屬山可能就會很大 嗯 那基本上我們自己 配備腳盤 我們的腳盤 就是放在前頭 那基本上 就是 一般來講就是 撕就別人用 或者是我抖坡 那我真的上不去 那我就自己把 用腳盤 把自己的車 拉到那個斜坡上面去 哦 就在上面去找個固定點 把它拉上去 對對對 所以腳盤的用處是在這邊 自舊 舊人都可以 哦 對 因為有很多情況是 車子拉車子是拉不上來 嗯 對 那那時候腳盤就非常重要 這邊的路很小耶 大叔今天 我是坐在副駕方便 副駕駛座方便 所以 我可以隨時掌勁 那個 今天有人在那個 大叔時光的那個 YouTube裡面留言說 叫我開車要小心一點 不要一邊開車一邊掌勁 那我們很謝謝這位觀眾 真的 開車還是要注意安全 所以今天是由 捷哥 捷哥來幫 捷哥是負責駕駛 對 這台車好不好開 對啊 你開過最好開的 四驅車哪一種最好開 開過哪一台 你覺得最近哪 你會推薦哪一台 哪一台最好 開車的 這台是不是舒適度應該很好嗎 以越野車來講 其實基本上 純越野車應該就這樣子 分兩個 一方我們就是講 潛化固定軸的車 然後 就像前方的那個 基姆尼 他們就是潛化固定軸的車 基姆尼 你看前面有兩台 三台 兩台有改裝的 一台是沒有改裝的 那基本上基姆尼是大陸的說法 那台灣他們 就潛化 就叫機密 那基姆尼它是 蠻傳統的越野車啦 就是前後固定軸 是我們講前後固定軸的就是 那大陸那邊叫 應該 大陸那邊叫石軸吧 喔石軸 對 就是它的軸是不能 不能變換的 對 所以它叫前後固定軸 對 那 前後固定軸的車 它有個好處就是 落差比較大 對 然後在穿越 不良路面的時候 它或許就容易穿越 嗯哼哼哼 像我們現在做的這台車 L470 它就是 它就是前A背 然後固定軸 就是一般我們俗稱講的 麥花城懸吊 喔 那 麥花城懸吊它是 為了舒適而生的啦 但是 越野來講的話 就是 它是一個 就是它的罩門 它的落差表現 不是很好 嗯 那當然 它可以靠其他東西 譬如說 防滑 或者 差速器鎖定 那些來補強 嗯哼哼 對 但是 還是沒有前後固定軸 的車 來得適合越野 嗯哼 對 以中度或重度來講 那輕度就 沒有差異性 所以前面那兩台小車 他們是可以來到 所謂的重度越野的 嗯 基本上是可以 是可以 改成這樣是可以重度越野的 對 然後 幾乎所有的越野山路 攔不倒他們的 嗯 也 不能這樣講 因為說真的啦 進步車不是玩人的 嗯 那當然它的 穿越性能比較好 有兩台車有改過LUCK 有一台有改LUCK 然後有一台有改防滑 那 當 車子對準尋空的時候 它就比較有那個能力去脫困 嗯哼 嗯哼 那 如果沒有敢裝這些 配備的人 就是可能 就很容易 在那個地方卡關 爬不上去 對腳就是前面 前面的左輪 然後後面的 右輪懸空 對對對 這種懸空的話 對越野來講 它就會比較難過去了 對 那當然 那所以它需要 什麼樣的方式才可以脫困 呃 比如說它有防滑 主要的方法就是 當一輪 呃 當 比如說以後座來講的話 那 它對角尋空一定是 車子 因為差速器的關係 那就是 打滑路一直在轉 但是另外一輪 是沒有 完全不動作的 嗯 那如果它有防滑 那它就可以幫助它 在沒有動作那一輪 那適當的給予它動力 那 那 基本上LUCK來講的話 就是 前後輪 應該是像講 左右邊 嗯 後軸 不管是後軸還是前軸 它的左右邊 它是同步動 它等於是 把差速器的鎖定 給固定住 嗯 對 要往西床下去 這種路好了 好 好 好 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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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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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台車是可以自動升高的 我們現在下來吸床了 等一下要卸胎壓 為什麼要卸胎壓 因為卸胎壓完之後 輪胎的接地面積會變大 然後車子比較不容易放動 增加它的摩擦力 對,增加它的摩擦力 胎壓要卸到多少 像這種大車的話 我一般卸到30或25 超過20的話 就很容易有脫光的意義 用你的胎壓 我們現在要開始卸胎壓 現在應該就卸30最好 我覺得應該不會很大 OK 我們在嘗試看 就算是最好 直接再硬 接著 離開 就可以了 再便 搖擺 打開 一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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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